印尊老师从年轻以来 他这个人个性特别 他探求佛法的真实 为了探求佛法的真实 他不惜跟受儒教影响儒化的 受神教影响神化的 受道教影响道化的 受印度教影响的叫做犯化 犯天的犯的犯化 他说我为了佛法的探争 不惜跟那些幻化 神化 儒化 道化的人 既理力真 不妥协 平婉的一生有写到这样的话出来 这是他的性格 所以他的著作 我们说他擅长以节者什么便利 导师也不是故意标心立意 我到处去也常听人家这样问我 他说殷胜导师好像做学问 看不出他怎么讲修行 很多人认为殷胜导师的成就都在学术方面 好像他自己什么修行 不了解 也不懂 如果我自己在阅读 我觉得殷胜导师写的都是在指导人家修行 香港有一个会饮长老 导师的老徒弟 今年九十一回 今年五月底六月初 我在那边做了三场演讲 是他主办的 在香港理工大学 也有两三百人来听 我刚才跟千和山的老和尚 打对台 他说什么 我也说什么 都讲那个所谓 他的节摸摸 我也节摸摸 同一个大学 一直东边我在西边这样 我在那里就讲个地方 人家也问我 我说导师对佛教的思想 表现一个特色就是导正 正确的正 导正 导正佛法的知见 他在做这个功夫 导正佛法的知见 譬如导师对大圣三系 中观为世 还有什么 正常如来障 正常如来障 他比较认为不了意 但是他大圣起信论 是讲如来障的 圣漫经讲记 是讲如来障的 他还写如来障之研究 然后成果之道 成果之道还把如来障 写进去 成果之道还把如来障 写进去 他并没有把它排除掉 他只是节者 认为中观比较什么 比较了意 所以弘扬中期的行节 就放在中观 这比较放在中观 我们中国国家的话 三界为新 万法为世 一切为新造 这大家比较普遍听的 导师的思想 应该形容他说 颜起信空 信空颜起 颜起信空 信空颜起 是中到不恶 他是中到不恶 不是颜龙 不落两边 恶恶的是两边 龙是菩萨 生命长断意义来弃这个巴布 他在破这个巴布的两边 颜起 颜起回归到阿罕 我们所看的资料 导师的中观的资料 中观论诵讲记 中观经论 信空写探验 这三本书 就跨越随唐的古德论 我说应老 只是这三本书 就跨越随唐的 三论中也好 天台中也好 对于那个中观 融世思想 对中观融世思想 导师讲得更 贴近原来融世的东西 因为他还参考藏文的资料 所以同样讲中观 他判这个中论二十七平 二十七平怎么判 判这个平 就修正那个家祥吉障 家祥吉障的看法 都被导师修正 关判教就不一样了 导师的一个特色是什么 原来中观论诵的中论 是四胜利的纲要 这二十七平是属于四胜利 苦胜利拿几品 吉胜利拿几品 灭胜利拿几品 道胜利拿几品 又四胜利的组织次第 去判这个中论 是中国历代的大德 没有人讲出来的 从来没人说 导师把他讲出来 而且都回到阿罕 来印证这些资料 所以在中观方面 导师确实有他的特色 那么殷胜导师写 印度佛教思想史 他有一本诗叫 印度佛教思想史 也是七十几个月下的 他讲两句话 里面有两句话 他说阿罕的重点在离爱 染爱的爱 中观的重点在离剑 邪剑的剑 中观的重点在离剑 因为龙宿要对峙 那些邪剑的人 有所得的小胜 有所得的大胜 龙宿都要破 扫除一些戏论 归以无所得 中观正见 是龙宿的精华所在 殷顺导师 我看他 印度的各大论师 中国的种种 各宗的祖师 他几乎都 在法裔方面 在法裔的节者方面 导师都有一些评理 以我的印象 他主要龙宿没批评 其他包括什么 叶称论师 无所论师 四亲论师 他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评理 所以殷顺导师的思想 已经自己成为一个体系了 资料太庞大了 他讲戒邪 讲得很维系 现在不要印出来吗 戒力邪刚要 已经印出来了 讲定邪 定邪有它的特色 说到禅修跟禅定 现在台湾的年轻的 比丘比丘尼 还有年轻知识分子的 一来一多 一红窝的都是写什么 南传的 很普遍 这对我们是个冲击 是个危机 我们汉传还要反省 但是这些南传的 在提倡的这种 试炼处的禅修次第 一顺导师书写的 都写出来了 成为之道都讲到 修定有九次第 阿比达摩 各大论师讲 公修行的 子跟官 官跟子 那些资料 你去看清静道论 南传的清静道论 再来看杜斯文 差不多大同小异 我也常常在 阅读南传资料 南传的道地 道地泰国人 缅甸 泰国 道地的南传的 他不会中文 不会看中国大圣的资料 我们不能怪他 可是我们在台湾 长大的出家人 而且佛学院读过书的 已经熏悉汉传的人 对汉传大圣 有底子的人 跑去缅甸 泰国 担一个半天一天 结果大圣都抛弃 都否定 都不承认 大圣非佛法 非佛说 真可笑 又有点可恶 何以故啊 人家那一边的人 不会阅读中文 不了解中国大圣 这样不过 还有话说 你会阅读中文 我们佛教的底子 这么深 去写的南传 竟然说跟着人家写 跟着人家讲 有一个捷克的笔究 叫信空 捷克人叫信空 很优秀哦 常到那个宽谦 赵卫法师也好 湘旷师也好 都找他们来带禅修 两个月前 他正好来台湾 带禅修 然后 因为那个旧金山 回来一个信徒 也来台湾跟他禅修了 去晚了 要去湘旷师 就先 到了嘉义 先到我哪个地方来坐坐 我就跟他聊天 捷克的信空法 他中文很好 写好 好几本书哦 信空法师 中文也有他的书 他跟我讲 我问他呢 我问他 他怎么讲 南传有修行的次第 藏传也有修行的中心 就是中国汉传 没有修行的次第 然后我要问他呢 那英顺导师的东西 你参考吗 看了吗 他说我大致多看 那英顺导师 有没有修行次第 他说也看不出来 不明显 是欧米豆腐 但是他要走 我们也一包一包 我们包给他 来者是客 虽然你跟我们 讲到一无四字 我们也有风筒 所以我才欠一个 我的佛友 从大写时代 三十几年 李圣强七世 我知道他做了出来 是我叫他的 说你把导师的指观 统统记录起来 妙云伐语的禅师 正文出版社 硬顺导师 专门讲指观的 叫做妙云伐语的禅师 这资料 说成一本 里面看 里面看一看 都是南传的资料 我们也都有的 所以我现在 一道南传 藏传 我们这各大宗派 我的口号是怎么讲 我们还是要 一宗什么 求同 同宗什么 纯利 而且不同宗派 要扣大 拉近相同的距离 不要去升高 差异 彼此的疏离 跟对立 毕竟我们都是 佛蒙什么 一家人 患难相伏息 还有良性的合作 这是我的提倡 至于复活外道 那复活外道 我们就不假以什么 不假辞事 划清界限 始终批判 什么儒生烟 妙天青海 这些 那个复活外道 我永远要批判 我在电视上也看 常常看佛教节目 像我们比丘 法师电视上 电视上在讲的 我们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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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道 十四年 我没本意大忘记 没问题我也去 那些发生也都要给他看一看 客气 你做个导臣 赞叹 是 那么时间很宝贵 我说一个重点就好了 真的是 打 打